接着我们来看 《周公东征的诗》 《周公东征的诗》有东山破釜 东山篇历来都是一首重要的诗篇 所以我们讲讲东山篇 给大家看一看中国人对战争是如何评价的 如何评价 我从东山滔滔不归 我来自洞凌雨其蒙 我冬月归我心心悲 致彼常以物事行美 渊渊者逐争在桑野 敦彼独树欲在扯下 或者居下 头一章 我从东山 我向东山去 东山就是指今天东方 泰山南北这一代 周边地带东山 我去东山 除就是王 滔滔不归 这个滔滔就是遥遥不归 遥遥无期的意思 遥这个音 遥这个音跟涛这个音 古代不分的 你像这个愉快的鱼 大家写一写 一个树心 这边一个鱼 你加个单利人 念什么了 涛 鱼 偷 摇 涛 生 古代 这是分化出来了 原来这是一个音 分化形式 我从东山遥遥不归 就是滔滔不归 我注意下 接着就是 我去东山 怎么打仗不说 接着就 我来自东陵 这要点在这 我从东方回来了 战争结束了 他可没有欢呼 战争终于结束了 和平生活 他是有这个形式 但是没有欢呼 我来自东 应该心情好了 但是他专门挑一个雨天写 淋雨期望 三年前我到东山打仗 我打来打去 我终于盼到了回家 在走在回家的路上了 结果漫天的牛毛细雨 铃铃当当的雨 阴雨潮湿 把人的心情写出来 往回家走 不高兴 不是那种兔子撒花 就往回跑 而是沉浸在 用阴雨天气 暗示自己的心情 道路迷迷 前途漫漫 所以这是这篇作品 不浅薄的理由 为什么 三年的征战 打完了以后 人内新世界的阴影 挥之不去 所以这是一个有深度的 我们虽然看起来 它没人往那写 但是你要感受它 一个战士 结束了 要回家了 高兴才对呀 没有 而是把这个氛围笼罩在一片阴雨之中 对战争的评价也出来了 我冬月归 我心西悲 我冬月归 应该是我从东方往回走 但是我的心始终朝着悲 这是一种解释 还有一种就是 我当年往东走的时候 我就想回家 我老是在西悲 西悲就是朝西悲 就是想起西方的我就悲伤 因为它是从陕西往东打了 东征 接着智笔长衣 物试航梅 智笔长衣 就是指平时的衣服 我要终于脱掉这身军装 肮脏的 泥泥的 军装 我再也不穿它了 物试航梅 这个试 就是那个事业的试 我再也不从事航梅了 什么叫航梅 就是嘴里边 行军打仗的时候 为了防止出生 一人丢了块梅子 这叫咸梅 所以欧阳修在这个什么 秋生副里不讲吗 有如腹敌之兵 咸梅即走 不恩号令 但问人马之行生 写那个秋风 刷刷刷刷 就像行军一样 每个人丢着咸梅 我再也不这么做 不干这种事情了 你可以想见行军是 不分白天和黑夜的打仗 艰苦 渊渊者竹 渊渊就是蠕动的 也有读成涓涓 渊渊 竹就是肉虫子 蒸 蒸就是聚集在桑野 你看他告诉我们时令了 夏天 漫天的雪 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那个桑树叶子下边 一堆一堆的什么 这个虫子 实际上暗示着 我们打仗人的生活 比那个藏在雨天树叶的虫子不如 所以 敦比毒素 意在车下 有人把敦毒毒成队 就是一团团的 团团的 我们每个人在那休息的时候 在车底下 站车底下躲雨 休息的时候 就和那个野外的野虫子一样 生活 战争 这就是他经历的磨难 接着 我苏松山 滔滔不归 我来自洞 灵雨其蒙 国落之时 亦亦予 依微在世 消烧在户 听团路长 亦要修行 不可谓也 亦可怀也 不可谓也 亦可怀也 是跟前面 我东约归 我心西悲对着呢 我西悲神嘛 所以诗 接着就开始写自己 战事心中的假象 修词上这叫一种视线 视意的视 浮现的线 视线 就是想象 想象 所以我出东山 滔滔不归 我来自洞 灵雨其蒙 心情还是那么阴雨 就是这几句诗 到了最后 最后倒数一二章 消失了 什么意思 这个阴雨 这种氛围 始终笼罩这个诗 就在这种阴雨当中 想 想什么 我这个家怎么的 怎么样了 注意战事挨家 国裸 国裸又叫瓜楼 瓜楼就是长这么大 长得像西红柿那么大 瓜楼 可以做中药 一般长在哪 现在也有种这个的 长在房前 搭个架子 马上爬 爬一房梁 住平房 种瓜楼 可以入药 可以鲜嫩的时候可以吃 国裸之时 异雨一雨 什么意思 爬 意就是蔓延 也就是说什么 我走的时候 我种瓜楼 三年了 它长成什么样了 没人管它 爬爬爬 是不是满屋子都是了 鱼 就是房檐子 衣威和消烧都是虫子 衣威是什么呢 有一种虫子叫鼠腹 冬天的时候过去住平房 咱们北京过去也有过这个情形 北方 在那个升个炉子 锅台旁边 暖和的那个湿土里边 也就是一种虫子 白虫子 发灰 发过来以后全是脚 扁扁的 叫鼠腹 就是耗子 耗子背着 叫鼠腹 在我的老家 广天叫浩子的舅舅 有这么一种虫子 是家里边常见的虫子 它不是蟑螂 这种虫子 在土房里边特别多 一位在世 就是家里边应该爬满了这种虫子吧 有这种虫子 不要紧 要爬满了 这没人了 消烧什么意思 就是喜子 长腿的什么 长腿蜘蛛 爬到那个树上 爬得非常快 叫喜子 过去不有这么说法 见了这个消烧 挂在那儿 哦 要来客人了 有这样一个说法 叫喜子 你看他想着他那个家 屋里边 瓜羊 长了一房子 没人管 屋里边到处朝虫子 还有那个什么 蜘蛛 蜘蛛上 挂着喜子在那儿 在那儿飘摇 荒凉了 这就是 尽相情更切 离开三年的人 越是爱家的人 想那个家 他作为这位男人打仗 家主主人没有了 他可能有媳妇 也许跑了 有孩子 也许没了 有老人 也许亡了 这样想象的家庭 三年了 这是最关切的人 才能这样想象自己家 我就唯恐他出事 人就是这样 你越在意的事情 你越想他的时候 你就老担心他 出各种各样的坏状况 所以这儿浮现出 是这样一个情形 听团路场 听团 就是指那个空地 一块一块的厅 咱们现在大陆上不太用这个词 你看在台湾一个水门厅 就是那一块空地 一个空场 团也是 团在北方 还有这样的村子叫什么 孙家团 也是空地 所以家里边 院屋前皇后的空地 已经变成路的场地了 那里路到处爬 到处走 意要销行 意要销行是什么 意销行就是指一种虫子 就是萤火虫 晚上院子里边 萤萤萤 竟鬼火 接着来了一句主意 不可畏也 这不可怕 亦可怀也 尽管那个家乡 我想象的有那样 但是它仍然是我 昏迁梦绕的 所以这个战史 战史的内心世界 三年了 写想象的一个家乡的惨破 这就是表现战争诗 这么写战争诗 回家的路上 他想什么 没有说 我又杀了几个敌人 我把哪家男人都杀死了 他们跪着向我求 然后我立了多少功 非常糟糕 无论是这种侵略的战争 还是被侵略的战争 描写这种英雄主义 都是人道状况差的表现 为什么 任何战争 我们说起来 在阶级社会 真正得利的 绝对不是这些战士们 杀了人 只表明你人格底线都没了 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杀死了 再合理也是杀人 所以我俗通善 滔滔不归 我来自洞陵雨期 这格调 人家要唱起来 大概就是那个调子 反复出现 一种阴郁的调子 反复出现 成为这篇诗的一个 音乐性的主题 就是一个调文 老实在重复 接着灌名于蝶 富叹一世 洒扫穷志 无争亦志 有对瓜苦 争在立心里 自我不见 于尽三年 这是他实景 回家看到的 看到的是什么 罐 属于老罐 水鸟 大嘴呱呱呱叫得很响 蝶 蝶就是土堆 蚂蚁 蚂蚁那个土堆 因为它要吃蚂蚁吃虫子 罐专门跑到这个土堆这儿 另外下完雨 这种情形多 富叹一世 家里边那个女的还在 这老婆 正在干嘛 洒扫穷志 什么叫洒扫穷志 洒扫就是扫屋子 穷志就是图房顶 因为在冰封七月里出现过这个词 穷志 穷本来是炉顶 志也是屋顶的意思 屋子的意思 穷志就是把这个屋里的缝隙 该涂的涂 该抹的抹 该撒的撒 该扫的 我马上回家了 我争一句 义这个语词 接着他回家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团团的瓜苦 这个瓜这个苦就是户 户子瓜 他看到了 柴堆上长满了这个户子瓜 家乡的气味闻见了 然后师生喊了一句 哎哟 我想象这家 我见到这个家三年了 这个都是师生一探的 我们说过去那个 过去老板的那个什么 老板的四日通常 最后一句台词 一向特别深刻 就是那个老者 老先生抱着死的孙女 他那个孙子参加抗日回来了 爷孙相见抱着个死孩子 就是饿死的那个女孩 说了已经八年了 那个台词是太好了 接着注意 我所通善滔滔不归 我来自东 凌雨其蒙 注意 看 还是在重复 但是马上调子换了 苍刚于飞 意要其语 只子于归 黄渤其马 清洁其里 九十起 七星孔驾 其旧如之河 这调子慢慢终于扬起来了 现在苍 苍羹 什么叫苍羹 就是黄绿鸟 黄绿鸟现在见不着 明年 明年春天 等到小麦快熟的时候 怀树长叶子的时候 在北方会出现 黄绿鸟 黑者黄绿出现了 出现了以后 他们飞的时候 闪耀着翅膀 意要其余闪耀着翅膀 这个时候有人在娶媳妇 黄渤其马 就是那马呀 打扮的是有光彩 黄渤 渤就是渤杂 五光十色的意思 黄黄然 清洁其里 女孩出嫁的最后一个步骤 按照这个诗 传统的解释 是妈妈到女孩面前 把一块布 系在胸前 叫杰黎 系完这块布 走了 上轿了 不上轿 上马车走了 所以杰黎是送女儿走 所以为什么这样 突然写上娶媳妇呢 按传统的说法呀 周公通称 说结束的时候 打了三年 有很多小孩子参加战斗 现在也十七大八 参加战斗 现在二十好几了 回来 据说周公给他们负责 安置他们的家庭 给他们娶媳妇 高兴了 注意 九十其一 九十其一就是指仪式很多呀 娶个媳妇有六礼 有磕头有捣蒜的 还要闹喜堂啊 反正这事多 然后说 其心恐加 新结婚的固然很好 其旧如之河 你们那些旧婚姻 就是老两口打仗 走的时候就结了婚的 你像诗中这个我 主要是我 它是有家的 所以有的学者就问 说周公问大家 新的结婚固然好 你们这帮老夫老妻 见面如何呀 三年久别了 久别什么新婚呢 所以最后是一片玩笑 诗中于最后结束 在一片玩笑时 所以他这个心情 是慢慢慢慢 音转情 音转情恢复的 所以走在大路上 想象了家 想象了战士的生涯 注意没有依据 沾沾自喜庆幸的话 回到和平生活 娶媳妇 所以诗篇 通篇是对和平生活的那种 侵入骨髓的那种 从骨子里发出的一种喜欢 对战争厌恶 厌恶到什么时候都不去说它 不去想它 把它抛在身后 它是背对着战场的 这就是我们说 这个时代人表现战争 李悦的诗篇 我们为什么称之为李悦的诗篇 我们中国人一说到李悦 你不要小瞧它是 好像是一堆仪式 像周礼里边记载的 有人研究周礼 去周礼里边 老整天研究周礼 不研究诗经 他就根本就不懂得 李的精神是什么 这是学术界的可悲 看到这个底部 歌唱这些东西 这是礼乐精神 仪式这种东西 它是附着在这个精神 有了这个精神 才能有相应的这种仪式 不然的话是死的 是样子祸 这就是什么 东征 抗击贤允的诗篇 比较出名的是什么 是采薇篇 抗击贤允 这个诗篇 很多作品选都讲它 我们来看看这首诗 大家往后翻 诗经里边写战争 两首好诗 一个是东山篇 一个就是采薇篇 这放在整个诗经的这三百篇里边 他们也会毫不逊色 所以说一个民族 一个文化人群 他对战争到底什么态度 他嘴上说是一种 还是通过歌唱诗来表达 我们来看采薇 说采薇采薇 薇一座子 月归月归 岁亦木 这个木 就是木色的木 完了 采薇 薇是什么 野豌豆 一种植物 可以吃 薇一座 座就是出生 月归月归 你看一个战士 或者说替战士写诗 不是说他面向敌人 他面向的是敌人 想的是家 这又是一个背对背 虽然背是对着家 但是心却朝着家 接着 迷石迷家 闲蕴之故 不遑起居 闲蕴之故 你看 头一个 这是头一章 头一章两个主题 一 想家 二 迷石迷家 是没有事 没有家 我们这些人抛家舍业 没事没家 是因为谁 因为有敌人 谁 闲蕴 他不让我们过了 怎么办 不遑起居 不遑就是无瑕起居 无瑕起居 也是闲蕴的原因 怎么办 实际上这 点出来闲蕴 意味着什么 谁在破坏我们的生活 闲蕴 那好 我们只能跟他干 所以 两个主题出现了 就像交响曲 一对矛盾体出现了 先讲什么 先讲 想家 不愿意打仗 接着就是不得不打仗 因为闲蕴来了 所以 两个主题出现了 以后就开始接着往下发展 采薇采薇 薇亦柔止 薇已经柔和了 月归月归 心与幽止 忧心烈烈 再疾再磕 我术未定 离始归聘 还是想家呀 月归月归 心与幽止 忧心烈烈 就像鸡 就像渴 就像渴了 饿着一样 你心情难受 你要不比喻 没人知道 你比喻 哦像饿了 因为大家都爱过饿 都渴过 就知道你的心情如何了 打比喻 要与大家常见的 比喻那个不常见的 接着 我术未定 迷始归聘 他想家 我想给家里通个信 但是我束手的地方 永远定不下来 也就是战争在游走 你可以想见这个战争 比较麻烦 他不是去轮番换岗 驻扎有固定地点 没有 遇上了飘忽不定的敌人 这战争就复杂 我们都没法使人归聘 就是回家送信 聘是问的意思 访问的意思 接着 这是还是在想家 采薇采薇 薇以刚之 月归月归 岁以阳之 这个阳 就十月份 十月小阳春 因为到了十月份 全阴 古人就把这个 变成阳 在这个阴阳之说里边 十月份小阳春 所以王室弥古 不慌其处 我心恐旧 我行不来 王室弥古 这弥古是个固定词 就是王室没做好 我们没办法起处 起居 起处都是休息 平安的生活 忧心恐旧 这个旧就是痛苦 行 这个行可以读成杭 实际上 就是我们从事军事生活 没法休息 回不来 你看想家主题发展了两段 接着 第二主题不是战争吗 马上 比你为和 为唐之华 这个尔可以读成尔 读成你 它的意思就是上面加个字头 茂盛的意思 加个字头 和茂盛的花朵是什么 是唐之花 唐帝 在这个中国文学里边 唐帝花往往比喻兄弟花 比喻兄弟 这个在前面我们讲过 一个花扼着许多花托 一个花托 托着许多花朵 叫兄弟花 战争 战场中 大家都是袍则兄弟 所以这个茂盛的花是什么 是唐帝之花 比路四合 路是大车 路有大的意思 这个是古汉语 君子之车 注意周人作战 用战车 当然贤语也有战车 接着 戎车即驾 四目夜夜 七堪定居 一月三绝 这个月字 一月三绝 有的本子作一日三节 三节有两种解释 节也 交火 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节 获得胜利 无论如何 这个一月也好 一日也好 都是在显示什么 频繁的战争 在打 容车机架 四五夜夜 这个夜夜 雄壮帽 四匹马 战车 中国古代 我们说打仗的时候 那个战车 跟西方 西方打仗 比如说 我们看这个河马史诗 看着 他那个战车是干嘛呢 把这个人从远途 掉到战场上去 然后打仗的时候 从战车上跳下来以后 再去打 扔刁枪 中国战车不是 中国战车是四匹马拉的车 人们就在战车上 远射 左边是一个射手 射远方的敌人 中间是御手 右边是拿着戈 毛的那个士族叫车右 所以两边一见了面以后 车子一左转 注意一左转 车右 拿杆子的就出来了 你扎我我扎你 这也有回合 而中国车 四马驾一个车 因为我最近刚从陕西 回来看那个 就是出土的这个车 上面要有剑 剑套子 插旗子 还有其他的盾牌 一辆车大 咕噜很大 是为了越野 这一辆车 总得上千斤 七八百斤总得有 但是我们的车马 可以拉着在越野上奔驰 所以关于战车 实际上学术就有两种看法 当然以中国学者和西方的一些学者 有分歧 有西方学者更强 叫车起源于西亚这一带 就是西亚 中亚这一带 比如最早打过仗的时候 埃及人 古埃及时候 用战车打仗 中国学者更强 更宽泛点说 可能西 中国以西的地方 西亚这一带 最早实行 发现战车 但是中国对战车 保守的时候 进行了重大改造 就是驾车的时候怎么驾 刚才我们说过 为什么西方的战车 它只能拉着一个人跑 把人撂下来 以后它再走 所以它变成赛车了 中国战车 为什么可以在战车作战 载重 就是因为那西架法 西架法是什么 就是西方人注意 它那个带子 拴在脖子这 马就跑 重了勒死了 中国战车 你去观察战车 一条横扼 就是一个三角形的扼 架在脖子上 绳子固定住 然后一条大袋 套到胸上 怎么拉 不至于马被窒息死 这个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 所以战车在中国古代作战 始终一到汉代的时候 我们还用战车 你看大匈奴的时候用战车 用战车干什么 一是载重 冲锋陷阵 一到防守的时候 遇到骑兵防守的时候 把战车一摆 摆成一个圈 就变成一个战阵 所以中国人对战车 实际上放弃战车作战很晚 为什么 它西架法上 还有它独门绝活 所以这儿我们跟大家 就是加这么点内容 这就是 四母夜夜 岂敢定居一日三绝 接着架比四母 四母魁魁 魁魁也是雄壮 君子所义 孝人所匪 战车是什么 战车是君子所医平的 因为君子就是贵族 在战车上 后边跟着士族地位稍微低点 小人所飞 这个飞 飞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跟随 就是士族跟随在战车之后 还有一种解释是 是避 遮避 遮避的意思 两种解释 君子和小人 在这儿不是指好人和坏人 是指身份高的 在车上 身份低点的士族 在后面 关于一个战车跟多少士族 这个学术上有分歧 但是一个战车跟十个人 是可能性比较大的 当然 到了战国之后 战车后边跟着很多人 这个它是变化的 接着四母异翼 相米 相米于福 岂不日戒 仙云空气 四母异翼 四母就是走路非常整齐雄壮 相米于福指的是什么 指这个士族带的空剑 相 就是相牙 相牙坐的这个剑 那个剑我们知道 你 就是指那个弓箭两端 用相牙固定 鱼服 就是东海说 实际上东海说 产生一个鱼 有点像海豚 用那个东海鱼皮做剑 像子弹一样的那件 做那个套子 突然写一些军容 写我们的军容 岂不日戒 我们天天在警戒 因为咸云非常校长 急 这个急 就有进攻紧急 注意战争写完了 前面写 会约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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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边写 从这个比里斯河 为君子之车这开始 我们看这个 一开始是约归约归 迷石迷迦 重复的 写到战争的时候 突然调子变了 用提顿的这种语气 然后用那种简短的语气 来表现战争 接着又变了 西我王矣 杨柳矣 尽我来思 鱼血飞飞 行到迟迟 再可再急 我心上悲 莫知我爱 最后又回到了一种 既不是柔婉的 也不是这种顿挫的 新的调子出现 注意 西我王矣 当我念我走的时候 春天的光景 我们家那个杨柳 杨柳不是杨树 杨柳不是飞锤柳 植的那个杨柳树 招像依依不舍的 依依实际上 按字面就是阴阴然 就非常浓厚 茂密 当然他也有了 依依不舍的这种 我们读诗总会往那想 这是语言的一种 似是不适 这么一种风味 接着金若来思怎么样 欲血飞飞 这个语可以读欲 动词 却是万天大雪 实际上他怀念的家 怀念什么 魂牵梦绕 他想这个家是美丽的 冲光的 当他花了很长时间 终于回到这个家的时候 注意并不是冲光 明媚在迎接他 是什么 是漫天的飞雪 这个意境 杨柳依依和漫天飞雪 对在一块 这个诗就产生了一种 无形的一种力量 就像画画似的 不同的色彩放在一起 它会形成一种张力 这就是诗人特别会捕捉景景 变化 那么这四句诗主义 写杨柳写出魂来了 后来有好多人写杨柳 都想超过这几句诗 好像是不多 起码是写柳树 那么这首诗的情绪是什么 就看到这个物是人非 就是今夕之间发生那么大变化 一个浑身泥土的战士 从战场上回来 投奔那个家 想象那个家是杨柳依依 现在看到的家 漫天飞雪 是在表达一种什么情绪呢 两个字 感伤 这是一个浓郁的感伤情绪 说不出道不明 于是对战争 这个事情的态度 非常明确 他没有说一句战争不好 但是他最爱的是什么 他不说恨什么 他说爱什么 所以后来行道迟迟 越往家走 步伐越沉重 实际上不东山天就知道了 想象那个家 可能很糟糕 再渴再急 内心中难受 我心伤悲 莫知我爱 我的伤悲之情 谁又能够彻底的了解 这个知啊 就是感同身受的意思 不是知道不知道 降生悲伤我们都能知道 但是你感同身受 你体验过吗 到过黄山说黄山 所以这种生离死别的这种东西 生活需要体味 我们都使用 储备一种信息 将来你长期离别以后 你回家以后 你会突然想起这首诗 哎呀你感觉他太好了 亲切 所以这是战争诗 我们说打击咸语 我们最后再补一点 就是关于这个贵族写诗 你看常武 大雅常武 那个调子完全不同 大家看 表现贵族虚业的战争诗 你看赫赫明明 亡命轻世 南众大族 太师皇甫 整我六世 以休我容 他这个调子马上就是国家 一说话就是从国家层面讲 皇下达命令 然后王位隐士 王位隐士是王的高居助手 说命成伯修复 谁呀成伯修复 司马迁在太师公自序里边 把成伯修复视为司马式的祖先 他们为什么叫司马呀 就是成伯修复 在西州宣王时期做司马 就这个人 左右陈航 借我势力 率比怀谱 生死虚途 干嘛 告诉我们的军队 沿着淮水的岸边 去检查我们的土地 那土地天生就是他的 这是霸道口吻 东夷人家也自有来历 接受不出你王朝政治 他们实际上有自觉前 这是我们今天的话了 在那古代不能讲这个道理 谁船头硬谁说了算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土地 天然地视为自己的土地 然后赫赫叶叶又焉天子 王属宝座 非少非游 西方一扫 震惊西方 如听如雷 西方震惊不断在夸张什么 夸张军队 张持有度 写这个被征服的敌人 如何骚动 一骚就是骚动 如何震惊 朝廷如何 如听如雷 这个说实在的 这就是 有些军旅作家喜欢写 把一方因为他正义在手 仇恨在凶 就夸大地无限 好像南方徐怀人都拖着豆腐 手里拖着豆腐 都是五大郎 哪有那样的事情 看这样的战争片 看多了以后 看作品 会把人弄得傻乎乎的 老想去战场上 所以你看 你看 当然这个诗也不是一无可取 你看 王屡坦坦 如飞如汉 如江如汉 如山之暴 如川之流 绵绵绿意义 不客不测 不测不客 卓争许国 几个比喻答的还是不错的 王屡坦坦然 就是写了个马的声音 如飞如汉 好像我们军队像天上飞的 汉也是飞翔 如江如汉 写气势 如山之包 注意山的凝固 写军队静止的像山一样 如川之流 这个 后来孙子兵法特别强调这个军队 如驻扎下来 坚守下来 像山一样凝固 流动起来 像水一样灵活 这个写得很好 很懂军事 然后绵绵绵翼翼 不客不测不客 不测跟不客 不测就是不可测 不客就是不可战胜 当然那个客 也有人说从那个 就是那个客度 一客两客的客 不客就是没有客度 就是不可认识 跟不测是一样的 卓就是大 大政许国 这个 已经跟过去的诗 写个人的 感伤的 完全两个劲点 他有点宣扬暴力 宣扬政府 这个我们要知道 这是贵族主导了 王朝政治时候的诗 代表的是他们的趣味 当然诗经里还有很多 比如说在江汉篇 江汉篇就专门写谁 周宣王如何册封少母宫 你打仗打得有功 自己祖宗就有功 你现在还有功 你替我经历南方 完全表达他家的事 那篇作品就像一篇明文一样 记录少公家的工业 而那是一场王朝的战争 那是比较典型的代表贵族观念 以上我们就是讲了什么 诗经的战争诗 我们分了几个方面去谈 但是重点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读诗要加小心 有的诗篇代表的是普遍的 社会普遍的情感 有些人代表是一些 可以在战中建国烈人的情感 你千万不要把他们俩混同 这是我们对诗经给我们提供的认识 在这两种意识之中 实际上暗示了某种历史的变化 当然我们读诗 我们已经不难感受到诗篇里高度的 那种人道精神 战争这种事情 就是要死人 而死了的人往往目光无名 诗为他们立会 为什么 因为一个王朝打起一场仗来 牺牲了广大多数 一定要用歌声去安抚大家 家和国 当一个家庭为国家死了一个壮劳力 一个亲爱的人死了以后 你国家用礼乐来补偿大家 这是一种什么 家国意识的一种协调 礼乐文明 实际上我们为什么强调 礼乐的这部作品 他是在抚慰那些个 不能立功 但是为国出力人的心灵 在这个地方 他是很有当代的 也是当时的社会功能 当然我们今天读他 是看到他那种人道精神 好 欢迎这节课 我就讲这么多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